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你好,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19世纪英国作家狄庚斯的长篇小说《远大虔诚》。 很多在艰难中打拼的人可能会幻想过, 如果有一大笔财产突然降临到自己身上,那该多好。 而这种事情还真的发生了,在一百多年前的英国, 穷小子匹普突然收到一笔意外之财, 这让他得以接受上等教育进入他梦想中的上流社会。 这个人生突然开挂的匹普,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狄庚斯小说《远大虔诚》的主人公。 《远大虔诚》一书原名Great Expectations, 执意过来其实就是一大笔财产的意思。 但是这笔财产是谁留给匹普的? 匹普凭借这笔财产是否实现了他的远大虔诚呢? 其实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孤星血泪》说不定不少人看过, 从电影的名字来看, 匹普的《远大虔诚》似乎不那么乐观。 实际上,所谓的《远大虔诚》是反话正说, 带有鲜明的讽刺色彩, 这种讽刺也可以说映射了狄庚斯本人在创作时的痛苦心理。 《远大虔诚》首版于1861年, 那时迪更斯已近50岁, 在创作期间, 迪更斯与妻子Kasseline的感情已经陷入危机, 他后来又与一位女演员相恋, 之后便与妻子分居了。 但是这位女演员比迪更斯小了30多岁, 这段恋情备受争议, 各种流言蜚语给迪更斯带来很大的压力。 加之这一时期, 迪更斯的女儿Kat不顾她的反对出嫁, 她最真爱的弟弟阿尔弗雷德又去世了, 母亲也因病奄奄一息。 在这一系列家庭变故之下, 迪更斯情绪低落, 对于社会和人生的复杂也有了更深的领悟。 因此, 她在这一期间完成的《远大虔诚》, 常被人们认为是一部汇聚迪更斯思想的重要晚期作品。 在迪更斯一生创作的一百多部长短篇小说中, 《远大虔诚》是最成熟的作品之一, 被称为英语语言中最杰出、 结构最完美的小说。 小说中, 主人公匹普得到一笔意外之财, 但是这位神秘恩主一直到最后才露面。 在揭开这个真相的过程中, 迪更斯塑造了各式让人过目不忘的经典人物, 小说也容纳了爱情、成长、 复仇、和解等各个主题, 其形势与意运之丰富与复杂, 也正是迪更斯小说的魅力。 远大虔诚的主人公匹普是个可怜的孤儿, 寄养在贫穷的姐姐乔大嫂家里。 有一天清晨, 匹普在乡间教堂边的墓地里遇见了一名逃犯, 他叫马格维契, 是从水牢里逃出来的, 又饿又累。 遇到匹普后, 便把匹普头朝地翻了个个。 然而匹普的口袋里没什么东西, 只掉出来一块面包。 逃犯把吓得直哆嗦的匹普抱到高高的墓碑上, 自己则拿起那块面包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然后问, 喂, 你娘在哪儿? 匹普心惊胆战, 用手一指回答道, 就在那儿, 大爷, 这可把逃犯吓了一跳, 他拔腿就跑。 但跑了没几步, 没听到动静便又站住了, 转头瞪着匹普。 小匹普则胆战心惊, 指着墓碑向他解释, 你瞧, 乔治安娜那几个字, 那就是我娘。 原来, 匹普的娘, 还有他爹, 就葬在这片墓地。 小说开篇这样的场景, 又是墓地, 又是逃犯, 要是换个不高明的作家来写, 会写得阴森恐怖。 但是在狄更斯笔下, 却展现了十足的幽默。 远大前程本身是一个灰暗的故事, 但是小说中随处可见幽默的细节, 讽刺意味也隐含在情节中, 读起来是轻快的。 我们回到小说, 匹普因为被逃犯马格维奇吓唬, 也因为本性善良, 终于按逃犯的指示, 偷了家里的面包、酒和错刀。 在送东西给马格维奇的路上, 他遇见了另一个逃犯康佩生。 匹普正吓得半死, 结果那个逃犯倒是自己呲溜一声跑了。 这个康佩生正是马格维奇的死敌。 当马格维奇知道他也逃出来了, 立刻发誓要逮住他, 结果两人一场死战惊动了预警, 导致两人都被再次逮捕。 马格维奇的故事就暂告一段落了, 但我们能预想到, 马格维奇与康佩生的纠葛, 他们两人逃跑与犯罪的故事, 一定还有后续。 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匹普的姐姐乔大嫂家。 熟悉狄康斯作品的人都知道, 他有一部颇受欢迎的圣诞故事集, 他也因此被后世奉为发明圣诞节的人。 远大前程里也写了一个圣诞故事, 不过这个圣诞故事看起来不是那么欢乐。 这一天正是圣诞节, 匹普回家后看到乔大嫂在收拾屋子准备午餐, 乔大嫂照例骂了匹普一通, 姐夫乔照例护着匹普。 而就在这个圣诞午餐中, 狄康斯浓墨重彩写的庸俗人物, 潘波去舅舅登场了。 潘波去舅舅其实是匹普的姐夫, 乔的舅舅, 他是一位附近镇上家境殷食的粮商, 每年圣诞节都会到乔大嫂家吃午餐。 在匹普眼里, 他是个身材肥胖, 行动迟钝的中年人, 他呼吸都很吃力, 一张嘴生得像鱼嘴, 一双眉神的眼睛睁得溜圆, 一头浅黄色头发根根植树。 小说写道, 看了这幅长相, 你准会以为他是个被人掐得昏迷过去, 刚刚苏醒过来的人。 他对姐姐故作风雅地客气一番后, 就把话题转向了匹普, 问道, 小不点儿怎么样了? 其实, 潘波去不是真的关心匹普, 他不过是拿匹普当画伴。 他对匹普说, 你得想想, 你是多么应该感恩戴德啊。 乔大嫂子不识时机地抱怨起来, 说他把匹普带大是多么辛苦, 匹普只能缩着脑袋, 乖乖听着大人口中的那些仁义道德。 只有乔对匹普很好, 一直在默默地给匹普咬肉汤。 狄庚斯对这般庸俗小人物也很不客气, 潘波去喝了一杯白兰蒂, 然后猛地跳了起来, 咳咳呛呛又跳又蹦地绕着桌子转了几圈, 变身一阵抽搐, 原来他喝的是掺了柏油水的白兰蒂。 匹普偷酒给那个逃犯喝, 又怕被发现, 就加进去等量的水。 黑灯瞎火的, 他以为自己掺的是清水, 却没想是掺进了柏油水。 乔大嫂立刻向匹普怒目而视, 把匹普吓得不轻, 幸好乔用自己的腿挡着, 才让匹普免受乔大嫂的殴打。 匹普寄人篱下的日子虽然不太美妙, 毕竟也算是平静的童年生活了, 但是这种平静被一次出行打破了, 这次出行源于攀剥去舅舅的牵线。 他有一天说, 他的房东郝威湘小姐想要一个孩子在身边陪陪他, 他便提起了匹普。 郝威湘小姐是沙提斯庄园的主人, 她以阔绰和冷库远近闻名, 在一个大宅子里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能通过匹普攀上这样一个扩人, 这让乔大嫂十分兴奋, 他不由分说让攀剥去带着匹普来到沙提斯庄园。 这是匹普第一次出门远行, 也是对他的一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转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沙提斯庄园, 匹普对郝威湘小姐的养女艾斯黛拉一见钟情, 远大虔诚的爱情主题也由此展开。 艾斯黛拉跟匹普年龄相仿, 很美, 但是非常傲慢, 简直像个女王。 她称匹普为孩子, 嘲弄匹普的双手粗糙, 鞋子笨重, 简直是一个乡巴佬。 特别是当匹普准备离开庄园, 艾斯黛拉遵照郝威湘小姐的指示, 拿面包、肉和啤酒给匹普时, 看也不看匹普一眼。 匹普因伤心和屈辱而哭泣, 艾斯黛拉见状反而露出了喜色, 有时艾斯黛拉还故意逗匹普, 让他吻一下自己, 以奖赏这个粗野低贱的小子。 这一切让匹普终于醒悟到, 原来自己只能供艾斯黛拉取乐, 只是个干粗活的下等人。 而艾斯黛拉为什么如此傲慢又乖张呢? 这就不得不说到她的养母郝威湘小姐。 初次见面, 郝威湘小姐就给匹普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她说,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位稀奇古怪的夫人, 她穿的是褪色泛黄的新娘礼服, 戴的花朵都干瘪了, 而她除了凹陷的眼窝里还剩下几分神采, 整个人也干瘪了。 庄园里有一个房间, 满屋钟表, 统统停住不动了, 餐桌中央放着一个结满了蛛丝的结婚蛋糕。 原来, 这一切都是几十年前的场景, 那一天是郝威湘小姐的新婚之日, 而她也就是在那一天被新郎抛弃。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 郝威湘小姐的时钟永远停在了那一刻, 而她也一直是结婚那天的打扮。 这种悲惨的遭遇将把郝威湘小姐直接倒向两种可能, 一种是遗情, 从此不再幻想幸福, 把爱给予她的养女艾斯戴拉, 同时也给予匹普。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仇恨。 让养女艾斯戴拉凭借美貌来替她报复男人, 同时把匹普当成玩乐和摧残的对象。 匹普就处在这两种可能之中, 然而她并不清楚自己的处境。 之前她要忍受姐姐的唠叨, 还有攀剥去舅舅的说教, 但因为有铁匠姐夫乔的观照, 日子过得也还凑合。 但是自从见到美丽高傲的艾斯戴拉后, 匹普似乎一夜之间醒悟到, 自己生活里的一切都那么粗俗下贱。 她曾经认为, 有朝一日做了乔的学徒, 就算出头了就很幸福了, 但是如今, 她的学徒愿望达成了, 然而变身的眉屑眉灰, 现在只让她感到厌恶, 让她的心头变得无比沉重。 匹普一肚子的不满, 在她再一次去庄园的时候, 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因为好威湘小姐告诉她, 艾斯戴拉出国去接受上流小姐的教育了。 匹普从沙提斯庄园回来以后, 心情糟透了, 她想到艾斯戴拉在国外的生活, 想到自己过得刻板的学徒生活, 活动的天地不出村庄和沼地, 她不满自己的家庭, 不满自己的行业, 不满一切。 她把种种烦恼向毕蒂倾诉, 毕蒂是个小杂货店里帮忙的小姑娘, 她和匹普一样也是个孤儿, 两人同病相连。 匹普说, 我想做个上等人。 毕蒂就回说, 做上等人也没什么意思, 难道现在这样平平淡淡过日子就不快活吗? 匹普说, 我想要过得快活, 必须要过上另外一种生活, 跟目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匹普想要成长, 但是他必定要为此付出代价。 成长主题在远大前程和狄庚斯的很多小说里都一以贯之。 奥地利作家茨维格有一部有名的传记作品《三大师》, 他写了巴尔扎克、狄庚斯和托斯托耶夫斯基。 说到狄庚斯时, 词威格写道, 在狄庚斯的作品中, 童年便是天堂。 当我读狄庚斯的一部小说时, 一看到孩子们长大, 我心里就会涌起一股忧虑, 因为我知道, 现在那最甜蜜、 最无可挽回的就要消失了。 确实如此, 自从在庄园里遇见艾斯戴拉后, 匹普无忧无虑的童年就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匹普接过桥的一波, 当了新生代铁匠, 守着个铁匠铺打一辈子铁, 毕竟算不上远大前程。 于是就在匹普做学徒的第四年, 他的好运气来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恩主, 要资助他一笔遗产, 让他到伦敦去接受上等教育。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个从天而降的好运 给匹普带来了怎样的冲击。 当听到会得到一笔遗产, 匹普吃惊狂喜, 又心怀不安, 时刻担心即将到手的好运不一而非。 他还想着要给乔和毕蒂一些好处, 要帮助乔提高他的身份地位, 不过毕蒂却泼了他的冷水, 说乔干的铁匠活也干得挺好, 得人尊重, 谁要叫他扔了这一行啊, 他不见得乐意呢。 匹普心里暗暗猜想, 好微香小姐大概是自己的恩主, 就是不知道他是否愿意 把艾斯戴拉嫁给自己。 于是他穿上定制的新装去拜访了好微香小姐, 说明天就要上伦敦去了, 特地赶来辞行。 好微香小姐除了夸他衣冠楚楚一表人才之外, 并没有过多表现, 这让匹普更加迷惑。 好微香到底是不是匹普的资助人呢? 与此同时, 匹普已经开始产生变化了, 这也是他要承受的成长代价。 临行前一晚, 匹普想着自己就要脱离学徒生涯, 即将踏入上流社会。 他辗转难眠, 因为他担心乔要送他到驿站, 他觉得粗俗的乔和自己在一起会显得太不相称。 但是与此同时, 他又讨厌自己这种卑鄙的想法。 第二天, 乔没有送他去驿站, 但是匹普却失声痛哭了。 他看清了原来自己竟是忘恩负义的人。 我们再来看看这笔财产让匹普身边的人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姐夫乔很爽快地取消了和匹普的师徒合同, 而且明确拒绝了补偿的费用。 他知道这笔飞来横财会影响到他和匹普的友情, 但他绝不会因此妨碍匹普奔向他的远大前程。 而碧蒂也一样, 他始终是一个身名大义宽容大度的姑娘。 可以说, 乔和碧蒂的淳朴和善良寄托了狄更斯的人文理想。 而在潘波去舅舅和其他一些人物身上, 狄更斯则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们见风使舵的本领。 譬如, 匹普去镇上特拉白先生的裁缝铺里定时装, 刚开始特拉白先生正在后面客厅里吃早饭, 他淡淡地招呼匹普, 问他有何贵干。 当得知匹普到手了一笔财产后, 他顿时变了个人, 丢下面包就站起来, 用桌布抹了一下手指, 大嚷一声, 哎呦呦! 等到匹普付了定金良好尺寸准备离开店门时, 特拉白先生恭恭敬敬地说道, 先生, 我知道伦敦的上等人大都不肯光顾我们本地的手艺, 不过, 如蒙不弃同乡之意, 常常来光顾光顾, 那就是我的莫大荣幸了。 再见先生, 万分感谢。 门! 他这句门是腰和店里的小丝开门, 结果, 这个向来不把匹普放在眼里的小丝没能领会这个意思, 等到特拉白先生把匹普送出店门, 那小丝已经吓得骨软金苏, 这时的匹普也第一次领会到了金钱的威力之大。 那潘波去舅舅呢? 他哼着鼻子对匹普讲了几句羡慕的话以后便说, 一想起我当初辽尽全马之劳成全了你今天的发达, 我就深感有幸不胜快味。 不用说, 他是在邀功求回报。 以前他称呼匹普为小不点儿, 现在改成了我亲爱的年轻朋友。 然后他无论要做什么都要问可不可以, 征求匹普的同意, 然后一个晚上问了无数次可不可以, 然后跟匹普握了上百次手。 匹普离去后, 他站在那里频频挥手, 一直挥到匹普拐弯。 不久, 匹普告别了乔和毕蒂离开小镇, 去伦敦追寻他的远大前程。 他出发时, 招物早已在一片肃穆中消散静静, 那花花世界就展现在面前。 虽然离开乡间, 离开穷人和伙伴, 让匹普有些许的留恋和惆怅, 但这些许的留恋之情, 在令他满心欢喜的远大前程的映照下, 也像那招物一样, 很快地消失殆尽了。 现在进入匹普柳暗花明的第二个人生阶段, 故事的背景转向了伦敦, 这是个承载匹普上流社会梦想的城市。 虽然狄更斯的这部小说主要讲的是匹普的远大前程, 但实际上, 小说里其他一些人物也一样在谋求各自的远大前程, 比如潘波去舅舅的算盘就打得很精,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他一直想借匹普的事更上一层楼。 匹普去了伦敦后, 潘波去立刻在当地报纸打广告, 宣扬说自己造就了上流绅士匹普。 还有匹普的同乡吴辅塞, 他原是村里教堂的办事员, 后来到伦敦做一名业余演员, 他演的戏剧成为众人开涮的对象, 但是吴辅塞却说, 观众的欣赏水平有待提高, 如果有一天他死了, 整个戏剧事业都要彻底完蛋。 这些人物的远大前程与匹普的远大前程交错在一起, 让小说充满了丰富的层次感。 而与匹普的远大前程构成紧密联系的还有两个重要人物, 律师贾格斯和少年赫博尔特。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律师贾格斯, 他是匹普的监护人, 匹普的培养计划就是由贾格斯操办的。 贾格斯同时也是郝威湘小姐的律师, 这也让匹普顺理成章地以为郝威湘小姐就是他的恩主。 贾格斯个性冷酷, 威严, 他在工作上一丝不苟, 口风很严, 因此, 匹普是没法从他口中确认恩主姓名的。 至于赫博尔特, 他和匹普年纪相仿, 家境也很一般。 他和匹普最初在沙提斯庄园狭路相逢, 两个年少气盛的人打了一架, 后来不打不相识, 成为好朋友。 赫博尔特对匹普说, 郝威湘小姐收养艾斯黛拉就是为了要找天下所有的男人报仇, 这话对陷入情网的匹普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在艾斯黛拉出国这段时间, 匹普对他的爱有增无减, 他依然天真的以为好威湘小姐是他的女恩主, 是要撮合他和艾斯黛拉的。 匹普第一次返乡就源于好威湘小姐的邀请, 因为艾斯黛拉从国外学习回来了。 这次返乡对于匹普来说是一锦还乡, 远大虔诚的主题再次得到了更为深刻的揭示。 匹普也再次经历了内心的挣扎。 一开始他觉得应该住在乔家里, 等到订好了第二天的马车座位, 他又找理由说住在乔家里会给他们添麻烦, 最后决定住蓝野猪酒店。 后来他到艾提斯庄园见到了艾斯黛拉, 发现他比以前越发妩媚动人。 匹普一边心荡神弛, 一边又自残行贿。 好威湘小姐对匹普说, 我抚养他,教育他, 就是为了叫人爱他, 你快快爱他吧。 对于好威湘小姐口中的爱, 匹普有种不祥之感。 他说,好威湘小姐把爱字收个不住口, 毫无疑问, 这是他的心里话。 不过, 这个爱字从他口里一遍又一遍吐出来, 却等于是一声声诅咒。 哪怕他说的不是爱字, 而是仇恨绝望报复之类的字眼, 听起来也绝没有现在这样刻读。 我们由此大致可以料想到, 匹普和埃斯大拉的前景并不美妙, 自此以后, 这种不安之感也的确一直在匹普的脑中挥之不去, 他总觉得自己连万分之一的侥幸也未必会有。 也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 埃斯大拉身边出现了另外一个追求者, 律师贾格斯的朋友朱木尔。 匹普很厌恶朱木尔, 但是埃斯大拉却没有拒绝朱木尔的求爱, 也把朱木尔抓在手心玩弄, 这更让匹普感到绝望。 等到真正的恩主现身, 匹普终于猛然醒悟道, 原来好微香小姐对我的后裔, 不过是我自己的一场春梦, 她并没有把埃斯大拉许给我。 我在沙提斯庄屋里只是白白地被人当作了工具, 人家无非是在一时无人可以折磨的时候, 利用我这个只能为命是从的木头人来试试自己的手段。 我们终于说到了匹普的恩主现身了, 那这个人是何方神圣呢? 这个千呼万唤使出来的人物是伴着狂风暴雨出场的。 那天夜晚, 狂风又带来了咒语, 呼啦啦打在玻璃窗上, 整个房子都恍若置身于一座风雨飘摇的灯塔中一般。 匹普忽然听到楼梯上有个脚步声, 在狂风暴雨中还能听到脚步声, 想必这个人步履沉重。 等到开门让这个陌生人进来, 匹普很惊讶地认出这张让人见了就不寒而栗的脸, 他就是当年的逃犯马格维契。 匹普对这个逃犯自然是抗拒的, 他对马格维契说, 早年我和你打那一次交道不过是机缘巧合, 如今情况不同了, 我绝不再想和你打那种交道了。 当年, 马格维契曾经托人给了匹普两张一磅的钞票, 匹普当场还给他, 以适合他从此两断。 出乎匹普意料的是, 马格维契随手把两张钞票叠在一起, 放在灯火下烧着了。 随后, 马格维契慢悠悠地问了匹普几个问题, 他问, 你我自从在那一片又荒又冷的沼地上分手以后, 你的日子是怎样好起来的? 你继承的财产是不是这个数额? 你的监护人是不是一个律师? 第一个字是假字? 这时的匹普心中已经隐约有了预感, 直到贾格斯律师的名字呼之欲出, 他才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实际处境, 他那位一直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恩主, 就是眼前这位逃犯马格维契, 一切犹如山崩地摧, 匹普呆呆地站着, 一只手扶着椅背, 一只手按着透不过气来的胸口望着马格维契, 只觉得天旋地转。 原本只想两张钞票打发走的这个逃犯, 如今才知道自己现在的地位全是败他所赐。 逃犯马格维契的现身彻底打破了匹普的幻想, 也证明了他对埃斯德拉的感情完全是一厢情愿。 这对匹普的打击简直是毁灭性的, 当初得知自己有了遗产的那天, 他在经过沼泽地时还想起马格维契, 还想着, 这个人说不定早就被押送到天涯海角去了, 说不定已经死了。 然而马格维契没有死, 此刻站在了匹普面前。 他说, 我远舍重阳回来就是为了看看我, 我有意把匹普培养成上等人, 以报答当年救命之恩。 自从那次沼泽地里匹普救了他以后, 马格维契就发誓, 今后我只要挣得一个金币, 我就把那个金币给你, 我吃尽苦头, 为的是让你过得顺心, 我苦苦干活, 就是为了让你不必干活。 那么马格维契当年遭遇了什么? 他被发配到了如今已是澳大利亚领土的新南威尔士, 在狄庚斯所处的时代, 新南威尔士是英国的殖民地, 在那里马格维契受尽屈辱, 他对那些骑着骏马从他身旁扬城而过的人自言自语说, 我正在培养一个了不起的上等人, 你们休想比得上。 也是如此这般的信念, 让马格维契在艰难中称持了过来。 开始他被故去放羊, 住在一个孤零零的小棚子里, 成天只看见羊的脸, 几乎都忘了人的脸是什么样子的, 但他却一直记得匹普的脸, 再后来东家临死前给了他一笔钱, 等欺满之后, 他自己谋出路又挣了一笔钱, 他把这些钱统统烧回国交给贾格斯, 这就是匹普得到的那笔非来横财的来源。 马格维契把自己当成了匹普的第二个父亲, 他对匹普说, 你比我的亲生儿子还要亲。 他的经历, 他的话让匹普无法不产生触动, 当马格维契压低了嗓子严肃地说, 我判的是终身放逐, 回来就得处死时, 匹普彻底明白, 马格维契不仅把挣来的钱给自己用, 也把自己的一条命都托付给了自己。 匹普这时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放下房间的板叶窗, 他知道自己得保护这个人了, 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和马格维契拴在一起。 匹普的远大前程第二阶段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我们回过头来想想不难发现, 马格维契与郝威湘小姐之间有着某种微妙的对应关系, 两人都把培养另一个人当作余生的目标, 都对自己培养的那个人都怀有疯狂的爱, 但是他们的目的是有区别的。 郝威湘小姐把Estella培养成一个绝代佳人, 是为了报复情人对自己的仪器, 因为他痛恨一切男人。 而马格维契把匹普培养成上等人, 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 他是希望匹普帮他完成一个逃犯不可能达到的人生目标。 实际上,这两个人物殊途同归, 狄庚斯借着他们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了深刻的复仇主题。 小说进入第三部分, 在推进故事的同时, 也为我们揭开了之前埋设下的种种谜团。 通过马格维契的讲述, 我们了解是另一个逃犯康佩生嫁祸于马格维契, 导致马格维契被判了终身流放。 康佩生却只是得了个很轻的处分, 而这个康佩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 即他就是当年抛弃郝威湘小姐的父亲郎。 他在郝威湘小姐那个不满父亲遗产分配不公的弟弟的支持下, 假装要娶好威湘小姐, 结果骗娶她一大笔钱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而更巧的是, 好威湘小姐的养女Estella, 实际上是马格维契的亲生女儿。 马格维契之前以为女儿已经被害死, 但实际的情况是, 女儿恰好被好威湘小姐领养了。 马格维契心心念念要培养匹谱成为上等人, 没想到自己的女儿已经成为上流女性, 他更没想到自己的女儿是被仇人康佩生所欺骗的好威湘小姐培养出来的。 这种宿命般的轮回和讽刺实在太巧合了, 而这种巧合通过狄更斯精心铺设的草蛇灰线一一揭开, 可以说既让人大呼意外,又让人拍案叫绝。 接着小说进行到营救马格维契的部分, 匹谱因为必须偷偷送走马格维契, 否则他这个流放犯被发现逃回来了, 迎接他的只有绞刑。 狄更斯浓墨重彩地描写了马格维契的脱逃, 写的一波三折惊心动魄。 这个过程也是匹谱重新面对自己的远大虔诚, 心灵得到净化的过程。 据狄更斯传记的作者说, 为了写好一行人护送马格维契出逃的场景, 狄更斯曾专门乘船考察了泰晤士河的几个河段, 并把所见所闻都一一记录了下来。 这一幕也写得非常细致。 一开始为了确保马格维契能顺利出逃, 匹谱和好友赫博尔特精心策划, 并做了很多前期准备, 每天练习划船。 到了正式逃亡那天, 匹谱一行人住进走私商贩过往落脚的一个小店, 第二天他们划船前行, 什么事都没发生, 直到下午一点半, 他们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一艘冒着黑烟的轮船朝着他们所在的方向开来, 船上掌舵的人声明要逮捕马格维契, 而康佩生也正在那个船上, 他知道马格维契从流放地前回英国, 于是告了密, 还没等到匹谱他们反应过来, 马格维契已经窜到那艘船上, 和康佩生打斗了起来, 两个人都落水了。 康佩生被淹死了, 马格维契则求水回来, 被压上了小艇。 康佩伤心地坐在马格维契旁边, 心想, 从今以后他再世一天, 我就得一天守在他身旁。 这时的康佩已经完全接受了马格维契。 小说里写道, 拉着我手的这个可怜人, 他如今落入了罗网, 身负重伤, 上了脚镣手铐, 可是我只觉得他待我恩重如山。 这么许多年来, 始终对我情深意厚, 感恩不忘, 情愿倾囊相报。 接下来, 马格维契入狱, 匹普开始为马格维契 减缀开示奔走, 然而他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 马格维契此时病得厉害, 匹普每天都去监狱里探望他。 狄庚斯对这个人物 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让他免于受绞刑, 而是在监狱里死去了。 临死前, 匹普陪伴在他身边, 他没有告诉马格维契 财产已经被充公的事情, 他保护着马格维契的梦想, 而只告诉他说, 你知道吗, 你有个心爱的女儿, 她没有死, 而是结识了高门人家, 成了贵妇人, 她非常美丽, 我很爱她。 马格维契听后, 用最后一点微弱的力气, 把匹普的手放到唇边吻了吻。 马格维契死后, 匹普守在他的床边, 他给马格维契念起, 新约路加福音, 为他祈祷说, 主啊, 开恩可怜他这个罪人吧。 因为马格维契的财产冲了工, 匹普失去了生活来源, 被债主逼上门, 贫病交加, 又是大病一场。 等到有一天病情好转, 匹普睁眼, 却看到了乔在自己身边, 他以为这只是他的幻想, 壮起胆子问道, 当真是乔吗? 乔用亲切而熟悉的家乡口音答道, 是啊,老朋友。 这一声老朋友, 让匹普悲喜交加, 原来乔听说匹普的情况, 专程赶来救助匹普, 等到匹普身体彻底好了, 乔就不辞而别, 回乡间去了。 临行前给他写了封信, 并附上了替他还债付账的收据。 匹普感恩在心, 也因此更想回家乡看看, 但这次返乡的意味已经大为不同, 他还没回到故乡, 故乡就传遍了他从高枝上 一落千丈的消息。 潘波去看见匹普就说道, 眼看你从高枝上摔了下来, 我真觉得难受, 不过你想想, 你能不摔下来吗? 当初匹普交上好运时, 潘波去是怎样的奴言蔽息, 如今态度大翻转, 对比实在是太鲜明了。 实际上, 匹普这次返乡, 还怀揣了向毕蒂求婚的心事, 他想让曾经爱他的毕蒂知道, 他低手悔恨而归了。 只要毕蒂能答应, 他一定不必艰险竭尽全力, 让毕蒂过得格外幸福。 但是他的梦想落空了, 当他回到村子时, 正赶上乔和毕蒂的婚礼, 因为乔大嫂已经因病去世了, 现在乔和毕蒂两个善良淳朴的人, 两个安分守己的人结为了夫妇。 匹普衷心祝福他们, 也庆幸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匹普说, 亲爱的乔, 我希望你们生几个孩子, 到了冬天晚上, 有个小子坐在这火炉边, 那时候你也许就会想起 另外有过一个小子, 当初也在这火炉边坐过。 匹普说的另外有过一个小子, 显然指的是从前的自己。 后来匹普投奔了赫博尔特, 并在他的公司里担起了重任。 经历这一番命运的洗礼, 十一年后, 匹普回到乡间, 探头朝乔家里望时, 果然看到乔的大腿遮着的角落里, 还摆着他坐过的那张小脚凳。 坐在脚凳上望着炉火的孩子, 俨然就是第二个自己。 事实上, 这是一个小匹普, 为了纪念匹普, 乔和毕蒂给这个孩子也起名, 叫匹普, 他们还生了一个女儿, 匹普希望能把小匹普过继给自己。 毕蒂则温和地说, 不行不行, 你应当结婚。 事实上, 没了远大前程, 又知道毕蒂和乔结婚以后, 匹普在感情上已经万念俱灰, 他并不打算结婚成家, 什么上流社会, 什么Estella对他来说都像是可怜的春梦, 早已风流云散了。 匹普恍惚感到, 自从离开老家的厨房以来, 那许多年, 莫非不过是发了一场高烧, 精神受到磨难, 如今以康复如初了, 他终于从那场远大前程的梦中醒来。 匹普与自己的远大前程和解了, 与此同时, 狄更斯又通过好微香小姐的结局, 深化了和解的主题。 后来沙提斯庄园起火, 匹普把好微香小姐从大火中救出来, 但不久后, 好微香小姐还是死于大火造成的神经性休克。 他在临死之前立了遗嘱, 除大部分财产传给Estella外, 也给沙拉小姐, 交集安娜小姐, 卡米拉夫人等留了一些钱。 这几位女士都是好微香曾经怨恨的人。 如今, 他已经对所有人都放下了戒地。 他之前把Estella嫁给了朱木尔, 但是这个来自贵族阶层的朱木尔, 愚蠢又自视优越, 对Estella冷酷又严厉。 Estella的婚后生活很不幸福。 在弥留之际, 好微香小姐不断自责, 为自己把Estella当作复仇工具而深为后悔。 可以说, 他终于放下了缠绕自己一生的仇恨。 小说的最后, 匹普又来到沙提斯庄园故地重游, 居然遇见同样孤身一人的Estella。 原来朱木尔已经意外死亡, Estella回到沙提斯庄园, 没想到与匹普意外重逢。 远大前程的故事就此结束, 小说四十余万字, 让我们读到了活灵活现的人物, 错综复杂的情节, 还有爱情、成长、复仇、和解等各式主题。 迪更斯用一个多线结构, 把这些元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主线是匹普追求远大前程及破灭的过程。 在主线下面, 又分出马格维契培养匹普, 和好微香小姐培养Estella两条支线。 同时迪更斯采取的是回溯式写法, 即成年匹普讲述少年匹普的故事。 成年匹普就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者, 而真正讲述故事的人是少年匹普。 迪更斯把小说里的叙述自我 与生活中的经验自我完美地融合了起来。 也正因为此, 迪更斯的这本《远大前程》 才当得起是英语语言中最杰出、 结构最完美的小说。 而我们说《远大前程》最杰出 也在于这部小说彰显的 现实主义的强大力量。 经历过世事沧桑, 匹普和Estella的美好青春已然不在, 两个人在渐渐消散的沉雾中 手拉着手一同走出沙提斯庄园的废墟。 这样的雾曾出现在 匹普给逃犯马格维契送食物的那天早上, 出现在匹普从沙提斯庄园回家的路上, 也出现在匹普即将告别村庄 去追寻远大前程之际。 此时的匹普和Estella, 他们被生活摧残留下的烙印, 任再多的岁月冲刷也无法抹去。 但是当他们走出沙提斯庄园的废墟, 他们依然步履从容。 笛庚斯深情地写道, 业务散处,月华皎洁, 静暮辽阔, 再也看不见冲冲黑影, 似乎预示着我们再也不会分离了。 好了,笛庚斯的远大前程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